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今年初国内发生史上最严重的蛋荒 农委会三月份启动了专案进口 结果等到了五六月份呢 才终于有14000万颗蛋 突然一下大量集中抵台 但是六月中旬国产的蛋量呢 其实就已经上来了 这导致市场开始出现滞销 蛋商透露 现在他们还得倒贴100块 来处理掉这一些啊 这个已经发霉的鸡蛋 结果农委会就反呛说 发霉的蛋人都不能吃了 当然不能够给猪吃啊 台湾的猪不但不能够吃莱克多巴 而且也不能够吃发霉的蛋 好啦所以农委会就质疑 进口商贴钱处理的说法 是不实的言论 问题是明明就是有进口商 出来这样子讲嘛 进口商表示说 农委会下单的时机没有掌控好 所以一直到严重缺蛋的时候 才下的单 中间呢他们还必须要经过检疫啦 船运啦导致大量进口的蛋 五六月份终于抵达台湾 这是事实 所以重点不是有没有把 这个发霉的蛋拿去喂猪 而是农委会到底有没有浪费 我们的纳税钱呢 当初政府没有超前部署 闹出了蛋荒 进口蛋的差价 是政府拿我们纳税钱去补贴的 那么现在蛋多到要销毁 不是是浪费纳税钱吗 难道在蔡政府的眼中 反正花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吗 那现在鸡蛋工艺已经恢复正常了 可是市面上看到鸡蛋的零售价格 完全没下降啊 那农委会怎么都不出来管一管呢 孟凯 史上最没有办法让人接受的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 有可能会是接下来民进党政府的农业部部长 我们真的很想问是说 你真的是除了说每一次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拿人民纳税钱来去补贴 来去做这样补助 真的没有办法了 而且你越补助反而是越瞎忙 好像让大家觉得是说 你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们先讲啊 没有超前部署 这就是大错特错嘛 因为缺蛋真的不是今年才有的问题 其实2020年2021年都有类似的问题 但是只是没有那么全面性爆发 但不代表说你不应该去重视啊 可是你没有去重视 反而今年2月的时候 因为缺蛋造成了一个非常高峰 结果你拿出的办法 就是赶快用人民纳税钱 去补贴去进口鸡蛋 但是没有错啊 因为你严重缺蛋的时候才下单 但是鸡蛋今天不是说 我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小石打 马上就到货了 而是你要有船运 你要有检验 你要有海关等等的 整道真的来了之后 你全都集中在5、6月到 那5、6月到的时候会变什么状况 6月开始有些中小学也开始 要放暑假了 7月放暑假了 没有营养午餐的一个需求了 当然我们整体的一个鸡蛋的需求 又下降的时候 你又变成是供过于求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最根本就是 你是不是花人民老百姓的钱 你不是花你自己口袋纳税的钱 所以你真的不痛不痒 你反正觉得是说 这个是能花就花 真的是这样吗 再者 进口蛋当然是不方便啊 因为进口蛋鸡蛋 每一个人买到买回家里面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习惯 也都会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它要保存 而且鸡蛋它通常来讲 最佳赏位期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如果说台湾的水果 台湾的农产品 最好的状况就是中国大陆市场 因为保存期限可以比较短 而且船运运输的方式 都可以比较快速的 可以让市场接受 那你今天用进口蛋来解这个蓝莓之急 其实根本就是舍尽求远 最后我必须要说 现在大家有讲说 奇怪 明明是有人去鸡蛋 进口的蛋是比较多的 但是为什么市面上的鸡蛋价格 还是没有降下来 根本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国产鸡蛋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现在有解决了 其实好像也没有啊 因为老母鸡还是太多 我们现在台湾还是过慢 青黄不接 以及气候运气还有饰料成本居高不下 这些都是国产鸡蛋的状况 所以现在国内的蛋市还是高居不下 那如果说现在以为已经过了 但明年的一月二月 会不会又来到一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真的呼吁农委会 你不是只是坐领高薪 你不是只是变成说农业部 好像你什么事情就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农民朋友 以及台湾消费者的一个市场 你确实要严格把关 并且超前部署 郑文老师 你要了解民进党他们的心理 就是说他不站在 因为百姓2300万 消费者不在他的考量 他说哪一个生产端里面有问题的时候 然后你再跟我需要多少钱 有多少人 然后买票可以回收多少成 这是他们的思考 所以我们都是老百姓嘛 那些都是鸡鸡鸡 鸡没才行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